哎呀,大哥,哎呀 这啥情况 你这成了白雪王子了 我说这啥情况 这家人都做上饭了 先翻过来,先翻过来 看看来 翻住 杨哥 哎呀 做什么好吃的 大龙 就做点面条 他没吃饭能来找我了 然后作者他说 啊,好饿啊,好饿啊 直播间哥哥姐姐 哥哥姐姐说 快去给他做饭,快去给他做饭 他能不做吗 他今天脚又挽了一只哼气 他晚上我 晚上我先去开车接我的呢 结果他也接不上了 没事,没事,我打个车去接你 你打个车需要你去接啊 他不会打车 我打车又你接,我打车我自己回来了 不是,你这是在哪儿啊 下午好一一啊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刚刚问杨哥的 咱们现在右边这个,就是杨哥的小号了 你们给他点点关注 大号暂时播不了 他用小号给大家播 一直有人问,说找不着你了 现在可以,都学会给我点关注了,可以的 刚刚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又是私信又是问我 你怎么不播了 我说大号抬小黑屋了 让他找小号 我又不敢多说 怕引流就是被抬走了 你现在来了,让他直接去给你点关注 哪是哪啥,啥就不要杨哥呢 哪,怎么会不要呢 你这在哪儿呢,现在这是 对啊 我这机场呢,我这机场的冰箱那会儿 一会儿晚上回昆明 你你你 几点到啊 你这羽绒服是哪,谁的呀 晚上11点吧 他那边卡了 我卡在他卡 他卡 这,这羽绒服是哪一个 这羽绒服是那个,一大哥送的 嗯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说 什么呀 没有,刚刚卡了 那个网卡了 你认,你认持续播 你再播个三五天 人气都比我高了 你放心着 我这,这个 就是 才两个小时已经五千五百多个了 我自己都震惊了 晚上几点到啊 今天争取 争取今天破案过一万人 我说你晚上几点到啊 我去接你去 我晚上11点 11点多的 11点多 对 脸有点黑 你怎么看了 怎么嘴唇怎么发白呢 怎么还 那么苍苍呢 怎么还 嘴唇叫叶总亲的 哎呀 哎呀 这是熟地黄 我也想亲 我也想要亲亲 这真的是你 来快点 亲亲 你别去 别的就是 别听他瞎说 开玩笑的 我们我们的风 那不羊儿 刘海诚的都不 都不回昆明了 是吧 这没办法了 又回昆明了 打到恢复了 你不是包里带手底黄了吗 你得坚持吃吃吃吃吃下该打消遍 别吃多 你给我滚了啊 这两天 你跟大佬都学坏了呢 谁跟谁学坏了 你昨天晚上 那叫你得矜持 我说嗯 我会矜持的 该矜持啊 你自己就 没个阵型 做梦了吧 二八大哥 我本身就会 我本身就会 我不用学 二八大哥 哎 你看这个天一阵一阵的 刚才下雨了 现在就晴天了 对刚刚还下雨了 还说大龙子吹我 做什么好吃的 没做什么好吃的 就是去菜地里 扒一点小白菜 然后煮个面条吃 杨竹菌 是吗 还有杨竹菌呢 杨竹菌不好吃啊 你爸怎么样了 大龙 大龙怎么样了 你爸呀 你家人 你家人同不同意啊 别说了 昨天晚上 不是给他炖个鸡吗 然后呢 又给他 弄点三七 给他炖个鸡 他脚不是 崴到了 我爸进来 脸一垮 活没帮我家盖上几天 又是吃鸡 又是吃三七的 又是杀鸡 又是炖汤的 他又不高兴 我爸不高兴了 把他吓得 赶紧跑了 今天还趁着我爸出去干活了 悄悄摸摸来的 我这边不怎么好 这边 廉价更的喊 我这个职业会昏明了 今天 刚刚还说呢 大号封了三天 今天第二天 第四明天 明天会昏明 还有一天 后天真的开播大号 就是怎么说呢 也就是大龙刚刚说那个 痞疾太来 戊疾必反 会有好事发生了 全水丁东姐姐 痞疾太来 戊疾必反 有好事要发生了 你俩开播没直播 那有人开始聊我了 说 这叫问我们 就是 就说起这个事了呀 直播间的哥姐说 就很关心你 就很关心你 就是找不着你大号了 还有私信问我的 还有到直播间说你 我大号连 我大号连麦都连不了了 对 就问我 然后昨天晚上有四五个姐姐 阿姨私信问我 怎么找你 然后我都告诉人家了 一行 一行 杨什麽 杨什麽 和着爷子不见了 跑儿子 背叶董叔叔囊中了 这是 他们可能以为你在温柔乡 他们可能觉得你在温柔乡 可能那个 出不来 出不来 在忙 可别瞎说 不是那回事啊 我给你大伙说一下 我这个 年年老爷儿来的话 对咱不是特别认可 几句话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不认可就不认可吧 缘分未到啊 缘分未到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直播新来的人的话 你就跟大伙给你点点关注啥的 一直都喊的 刚好准备洗菜炒菜 你连外了 你问你新人来的话 你叫新人吃点什么东西 留下大伙跟你聊聊天 是吧 让你收编吧 没收成 杨哥倒是享受人家没收成 新进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喜欢我们的 想了解云南风处人情的 咱们先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 然后下角的预约 咱们预约一下 每天中午一点来给大家聊天 给大家带来欢乐了 有点憔睡 确实有点憔睡 还刮个胡 你休息好吧 确实很憔睡 还是得注意身体 注意休息 确实很憔睡 本来你的脸就可以 一穿着白衣服 现在脸更黑的 看见了吗 大龙家人不认可 不会幸福的 你自己能努力吧 还就黑一点吧 还就黑一点 家人不认可 不会辜负的 不会幸福的 人说是 说是阳哥那名 他那意思 别害来念大哥 现在这个号 就点这小号完事 直播 大号是开不了 大号滚 大号已经 他挡住那个 那个话筒了 听不清楚话 你把话筒打 不要用手挡到话筒 说不要挡到那个 那个话筒 阳哥 听不清楚说话 大号被那个 被拉黑入了三天 又是让林泽给弄的吧 也不知道弄的是 黑粉弄的 咖啥也给我封了 工夫 今晚回来了 阳哥今晚回来了 这是阳哥的小号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 阳哥小号上 也可以给他点点关注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找刚刚好多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问找不着 阳哥大号的 右边这个号 给他点个关注 就找得到了 好久不见了 确实好久不见了 我今天拿的号连你 都是我以前 都是以前 我那个直播间 所有叔叔阿姨姐妈 我做直播 我做批 有的好多 朋友 好多客户 我倒是给辣椒 点点关注 辣椒是我一个 特别昏迷 一个好妹妹 谢谢 这里边有大老板的话 看到辣椒直播的话 给大老板给辣椒 整个那个什么520啥的 是吧 也给杨人 给杨人 给杨人 长着面子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点赞和关注 有没有大哥大姐们喜欢辣椒整个520啥的 这杨人给弄的 有有有 有光是嘴巴说 有有个有个 刚刚那个弟 哦弟哥还在啊 上来就 我给你200万辣椒 能不能嫁给我 说你这给我200万 也不值200万啊 这句话 我感觉值 给200万的话你就嫁给他 就不嫁给他大老 那他就光说我也没看见啊 这说一句话他也不值 他在旁边 200万不信 我争情无价 你不用金钱来衡量小辣椒 他不会给你走的 他连个桃花岛都不给你刷 连个520都不给你刷 你不是很扯淡的吗 就拿嘴涮你的 对啊 对啊 大哥不是有200万吗 大哥不是有200万吗 先刷个桃花岛我看看来 表示一下你们诚意 主要大哥没法刷 刷完之后怕啥呢 怕大龙吃素是吧 那没事 你刷完我又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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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小辣椒买花 你刷完我又提出来 我说不太好 你刷完我又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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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你直播间 我直播间拉 那个封了三天啊 点这个号就行了 大龙送520 那个宾哥啊 他买那身衣服就下雪本了 快快要 快要 四月输了 快要去卖 哥那个啥是卖了 他都差点叫唤了 还送520呢 对 马上会过了6000人 师傅今天所有说完 帮辣椒毛布进来 能分享直播间 帮分享直播间 能分享直播间 能点赞的咱们右下角的赞 马上要破10万赞了 马上要破10万赞了 破10万赞了 帮他破一破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的 谢谢方姐送的粉丝 粉丝粉丝在家一样 桌的数据 为什么很多女孩喜欢你 因为杨哥实在 杨哥为人做事 很讨论女孩喜欢又稳重 有男人味吗 对 我有男人味吗 你有臭味 我有臭味 那肯有臭味很正常 臭男人臭男人 我怎么有男人味 没有你有男人味 你直接追到手上来 我这一个追不着 我是翻山倒海的 翻山倒海那个云里雾里的 是吧 天上地下好 是吧 也找不着一个合适的 你一下子找是吧 他能找到不得感谢你啊 那我得感谢你啊 我得感谢你啊 我得感谢你 我得感谢你 我得感谢你啊 就是买了茶杯 开开心心 一转身就黑了 跟我说没事儿靖啊 没事儿靖啊 没事儿靖啊 大哥那个没事儿 大哥那个被那个 林哲他就里面的弟弟给我弄那个 应该他应该是里面的弟弟弄的 是吧 咱也不知道咋弄的 要给我弄三天开不了播 是吧 一个都没穿 对 我刚给林哲打个电话 那嘎啥 瞬间就那喊了 黑屏了 拉黑屏 下次听到他声音 就直接也不要接了吧 怕他又给你搞得这样 你看你都上火了 你看这几天憔悴的 也没休息好 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 咱们直播间 咱家铁粉 新来的粉丝 杨子不知道 杨子跟你们说一下 这是我好妹妹 咱家铁粉的 认识杨子的 咱们帮他破一场观 现在是五千七百七十八人 破六千 破六千的话 你先别说话 破六千的话 大伙给点点关注 把那关注给点点 就是左上角的粉丝弄牌 关注给点一点 加粉丝弄牌 完了之后呢 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 你们帮他分享一下 直播间 瞬间能破场观 是吧 好吧 有那个 你们熟里呢 你们熟里有那个 好像小花小草的 对吧 给叔叔阿姨们 上一个单票就行 给他破一 给他破一场观 好不好 叔叔阿姨姐们 咱家铁粉的 来 帮辣椒 喜欢辣椒都给他破场观 来 行打不打就行了 我看你们热情 来 来看看热情 咱那个关注 不用一直这么重复点 一直摁着那个大拇指 就可以点了 一直摁住他就行了 一直摁住他就可以点了 哦 谢谢阿姨姐送的小爱心 666 祝各位生活 666 我看着 我看着 敬哥送了 我看着阿妮姐送了 阿农送了 阿农我不认识 但我认识了 老朋友很多人就认识了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 谢谢农哥送的小爱心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 很感谢你们的喜欢 辣椒人确实不处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当一个好妹妹处的 因为 她第一能吃辛苦 这大山里头 第二人呢 她性格活活开朗 第三点呢 她敢作敢为 这是养着喜欢的点 但是不是那种喜欢啊 是那种那种真正的一个哥哥和妹妹的喜欢 我希望辣椒从这网上呢 红红火火的 咱家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对吧 就是咱以前咱家铁粉的 喜欢辣椒的 我希望你们的大伙辣椒做出数据 对吧 让更多人知道辣椒 对吧 这辣椒呢 在大厂里要把今后他的农产品呢 他们那个好好学一学 辣椒你要用心点啊 你要超过 超过这些人的 是吧 好 对吧 一定要超过他们 是吧 就你姐也好 谁也好 是吧 你都要超过他们 是吧 因为我相信你能超过得了 是吧 但是超过的同时 不是在嘴上超过的 是用心里头 努力去超过 用心去超过 是吧 只有你把好的东西 带给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对吧 他这对你的认可度比较高的 是吧 不是你俩玩 不是你俩玩嘴皮的 对吧 拍个短视频 是吧 你俩天都闷着 是吧 是的 杨哥的粉丝 杨哥的粉丝 是有限的 对吧 那你们有心的粉丝 怎么喜欢你们 为什么喜欢你们 凭什么喜欢你们 对吧 他喜欢你哪点 是吧 你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是吧 这个极点的话 你们一定抓住的 是吧 要不直播间 你们俩就是 你们俩搞对象 拍对象 我也看着 是吧 录日生活日常 对吧 录生活日常的话 叫大伙看的 有意识都乐 大伙能高兴 也可以 对吧 也带个乐伙 快乐 是吧 要不然 要不然你 要不然你收了一个商货 把这东西品质把握好 主要有信赖的人 粉丝 还有叔叔阿姨哥 在直播间 这好些人 对吧 能逗留 他凭什么喜欢你 这是关键的一点 是吧 你能给带来带什么 能给大伙粉丝带来什么 直播间 叔叔阿姨问 我杨说不说对不对 对对公平 打个对 是吧 对 咱家认识我的 叔叔阿姨哥姐妹 老粉 是吧 咱家说 感觉杨说对不对 对打个对 是吧 因为我只有这样 你在互联网上 你能有生存之地 是吧 路遥至马里 日久见人行 只要说你 你不是说 做得像眼镜大主播 做得什么 我们弟弟说 以利益取胜的话 咱说小主播也可以 对吧 咱把商货的话 咱做好 对吧 把商货做精 做细 把价格品质做好 对吧 你最起码给叔叔阿姨们 带来一份健康 一份爱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喜欢你 对吧 那你们天天 你俩天天都闷着 大伙是一个快乐 也要看你视频 这也可以的 是吧 但是关键一点 你要给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对吧 今后你的粉丝 要带来什么价值 是吧 这是最关键一点的 杨哥说实话 你这样你才能走得长远 对吧 不是说你做个菜 你就好吃了 是吧 不是说你俩拍个豆 视频都闷着 就好了 是吧 大部分的粉丝 都是从杨哥那边过去 你那边是吧 是去支持你的 那你有基础流量的情况下的话 因为这叫基础流量 就大伙是吧 你就开个饭店 大伙现在上排队捧你的 对吧 就咱家这老粉 就是在你直播间 都脱 说宝的话 就跟你捧场似的 是不是 但你新来的人 你怎么留住的话 真的希望你 你俩要用心去做的 那就是吧 就新来的人 新来的直播间 现在框框往里进人的 我看是不是吧 那这些人的话 你怎么能留住了啊 你得想个办法 对不对 你现在六千五万多人 杨哥直播间 现在现在 现流现在七八千人 最高是一万多人 对吧 那你这老些人的话 有一部分是杨哥的铁粉 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流量 那这样的话 你要用心去做 一定要做好 对不对 那别人 也是别人播直播间 播两小时 那你播四个小时 那我最高的播五个小时 是吧 是不是 那新人 因为你女孩本身就占优势 对吧 比男的占优势 男的就是人家 做直播的话 铁粉铁的话 那就铁到一定程度了 那女孩的优势呢 很多人就喜欢看漂亮姑娘 是吧 我说清楚的话 给你两百万 大龙的话 你就赶紧 哪儿聊哪儿 大龙就滚蛋 去玩事了 是吧 给你两百万 你还不能行 对不对 他对你好的 皮大龙对你好的 赶紧滚蛋 那龙 别上他空手套 给我两百万 你赶紧滚蛋 我为什么要滚蛋 我是真心对你 记住杨哥 我记住你的话了 我一定会再接再厉 因为给大家带来 给大家带来 开心快乐的同时 给大家传递一些正能量 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东西 行 那你就算好 现在直播间六千五百多人 来 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 帮他破一切先来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哥姐 帮他破一切先来 在咱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来 新进来的 喜欢大厂里的小辣椒的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什么 你们讲一下 他的性格非常活泼 开朗 非常自信 大方 每天会给你们带来快乐 每天跟你分享商货 把那个健康分享到你家里的 把一番爱分享到你家里的 直播间所有的 每位叔叔阿姨哥姐们 公屏上 给他罢屏打上人 来 喜欢辣椒的帮他点点赞 把他的播放量 把他的点赞破二十万 来 在咱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 叔叔阿姨们 叫他把这个 现在六千五百七十人 马上播七千人了 好吧 希望辣椒能在互联网上 有一席之地的 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把他数据的做一做来 感谢各位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感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 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你们的喜欢 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新来到直播间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喜欢我的 然后想要了解咱们云南的一些 风土人情的 想要了解一些云南的一些好东西的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了关注的哥哥姐姐们 可以左下角的预约预约上 我们每天中午都帮给大家 聊聊天 给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宾哥送的礼物 感谢各位哥哥姐姐 很感谢你们的喜欢 喜欢 如果有你们的喜欢 能分享直播间的 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帮他分享这个直播间 时间过7000人 现在6582人 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们 叔叔阿姨们 真正喜欢辣椒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帮他预约做一做 还有啥的 小红心的 小花小炒的 羊肉直播间的时候不用送 叔叔阿姨哥姐们 你帮辣椒送一送 也代表羊肉一份心意 咱家好哥哥好姐妹好姨妈 给羊肉直播 行的把小花小炒的 帮一人帮他送一个 事实上给他达到7000人 来 感谢直播间的 各位哥哥姐叔阿姨 感谢我大哥 感谢羊哥 感谢羊哥 感谢羊哥的支持 感谢各位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的台 真的很感谢你们 6600人就差4400人来 直播间所有叔阿姨们 能帮他分享直播间 帮我分享直播间 来 马上到7000人了 马上到7000人了 谢谢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 到7000人 直播间说那大哥大姐妹 叔叔阿姨们的 羊肉吃口饭呢 马上我到机场啊 我就上机场了 所有大哥大姐妹 我就看着到7000人 她的成长 因为直播间新来的哥哥姐妹 叔阿姨们 你们不要走 新来的 在这直播间 通过互联网新来的 我跟你介绍 对面的姑娘 是什么一样姑娘 这个姑娘 她性格特别开朗 特别实在 是云南大山里的一个姑娘 从小就受人欺负 从小受人欺负 后受不了了 她就还了 为什么就还 就不受别人欺负 所以我喜欢的这种性格 不是爱情的喜欢 是兄妹 哥俩的喜欢 我一个北方人 她一个南方人 我感觉辣椒的话 在视频号的平台上 今后绝对有一席日地 绝对是一个啥呢 No.1的主播 因为啥呢 辣椒你不忘初心 今天杨哥 所有的粉丝 我为啥都给你 倒到你的直播间 对吧 我为什么能支持你 是因为啥呢 你淳朴和善良 性格活泼开朗 对吧 大方 咱们说美丽不美丽 杨哥不说 对吧 那是你自己的 你只要面带微笑 你肯定的话 越来越会越漂亮 每个姑娘 只要面带微笑 越来越漂亮 所以说直播间 那所有大哥 老哥老姐们 叔叔阿姨们 养着这铁粉们 帮他分享一下直播间 让更多人知道 大山里的小辣椒 大山里的小辣椒 到哪里头 散良在哪里头 对吧 把真诚 你要分享给直播间 每位叔叔阿姨哥姐们 好不好 直播间所有哥姐们 马上到七仙人来 试试 突破七仙人来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 突破七仙人的所有的哥姐们来 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们 马上到七仙人 真正的新进来的哥姐们 你们在直播间了解了解这个姑娘 对吧 他小时候有多不容易 对吧 我说实话啊 他姐和他爸 我说句心里话 是辣椒当时跟我聊的时候 你可以问辣椒 他的姐就学妹 那是他姐 你们这个知道的 老朋友都知道的 他姐和他爸 辣椒从来没说过 他有一个事情 你可以讲一讲 小时候辣椒为什么来欺负 为什么他爸他妈 带他姐上外地去 没有带辣椒 对吧 因为辣椒 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你们可以问一问 对吧 小时候 他爸他妈 是不是他的亲爹亲妈 对吧 你可以叫辣椒 给你们讲一讲 为啥辣椒 他有男 男人之一 他跟我说过 他说杨哥你谁也不要说 所以说在这互联网 这个平台 我杨哥说心里话 真正的啊 喜欢杨哥的人 我才能把我的流量捣毁他 我的流量是我这个千里千为 做了一年多的流量 我都捣毁辣椒 他要不跟我讲述 他小时候是捡过来的 对吧 他的父母不是亲生的 所以说我问大龙 我说一定照顾好 知不知道所有哥姐们 在这有情况 一个大厂里的姑娘 小时候没人管 扔着垃圾堆里头 一个小姑娘 那活到今天 我感觉这个小姑娘 就很不容易的输杀一个姐们 对吧 为什么当初 杨在昆明的时候 他给我介绍他姐的时候 对吧 姐姐只来了一次 所以说直播间 他的父母 辣椒可以能做到今天 当他的 就是他的养父吗 养母吗 能做到今天的话 我感觉都很不错了 输杀一个姐们 他能做到的 在咱直播间 所有的输杀一个姐们 杨人不多说 你们喜欢这个孩子的 这个孩子 我说心里话啊 我这个小孩的 用的皮股小说小多了 真的很优秀的 他的生存能力很强的 小时候被周边邻居 大厦里的邻居 那帮小孩欺负的时候 就吃半辣馒头 我说实话啊 我看我那小时候的照片 满脸都是去黑去黑的 给你抢东西吃 所有当地的小朋友 在农村的话 你想没爹没妈的话 大伙能瞧起的了吗 对吧 所以说辣椒 你到今天 你能真正的 能活到今天 我跟你说的话啊 你的生命力 还是很强的 杨哥真的是 大拇指都佩服你 所以他能 他能学到 他这个真正版本 他的性格非常开朗啊 非常活泼 非常开朗 直播间的所有的 哥哥姐们 叔叔阿姨们 一个小姑娘 真的很不容易啊 我今天在直播间 为啥说出来 他今天直播间 能达到亲先人 我是养着 希望他越来越好 说句心理话 我是希望他越来越好 他真的很出色 一个小姑娘 这么不容易 能到今天 但是他姐和他爸他妈 对他真的 当这个的亲妹妹 和他的亲归弟一样 对吧 不管是养父也好 亲生父亲 对你不好 亲爹妈对你不好 我说句心理话 对吧 都没有用的 说说大龙的话 你要真正的对辣椒 真正要付出 真心的好 假如你有一天 你对辣椒要不好 我说句话 大龙我就说 我绝对摇不了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要对辣椒不好 你就对不起我 对吧 我跟你说心理话 当初杨哥说心理话 辣椒说话 喜不喜欢吃辣 喜欢吃辣的 是因为有我兄弟 我没有办法了 对吧 他 比你比我更喜欢你 所以他适合你 懂不辣椒 说说大龙 你要真心真意的 对辣椒好是吧 你放心吧 辣椒今天 辣椒今天的事情 只跟我说过 大龙都没跟你说过是吧 明白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吧 跟你都没说过 他有一天吃饭的时候 跟我说了 说那些经历 我问的时候 为啥我没录视频里的 我录的视频里的 当时录我的视频里 我感觉我卖产一样 是吧 所以说辣椒 你要一样都要鼓起勇气 对吧 我感觉你能走得更长远 直播间 所有新进的叔叔 阿姨哥姐们 一会儿听辣椒 跟你们怎么说就完事了 杨人就不多说了 马上6736人 大伙直播间 能不能给他突破7000人 就靠你们来 直播间所有的叔叔 阿姨哥姐们 有小花有吵的 认识杨人的 对吧 所有老哥老姐们 杨人的铁粉 帮他送点小花小吵 让他基础流量 做大一点 让新进来的 所有的叔叔 阿姨哥姐们 直播间发生什么事情了 问我说 我们老这个小姑娘 实大师问一问 叫小姑娘说一说 对吧 你就知道他有多不容易 怎么生存的 对吧 一个奶奶给他捡回来之后 怎么 怎么给他过后 这个人家的 叔阿姨哥姐们 现在他的亲爹妈 到底是找没找到 你们真正的 你可以聊一聊 这个姑娘真的很不容易 说 所以说直播间 所有的大哥大姐们 叔阿姨们 有小花有吵的 给辣椒上上 新来的朋友 跟辣椒都聊聊天 这大厂的姑娘 对吧 他现在性格 为啥这么开朗 因为他小时候 学会了 整个承受的 一切的一切了 所以他性格 现在这么开朗 一般这样的姑娘 这大厂里头 很难找出的心结 的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说实话 很难很难找出的心结 只有这个姑娘 她面带笑容 活不开朗 但是 所有的姑娘的话 你就记住话 她活不开朗的时候 绝对有她痛苦的一面 只是她不表论 说 只是杨子今天 在直播间 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我希望在互联网上 这视频号上 真真实的 有自己的一席一席地 真的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希望星期内 叔叔阿姨哥姐们 多待个三分两分钟 多了解了解辣椒辣椒 多了解了解辣椒 大山里这姑娘 有多不容易 能活到今天 大伙多支持支持的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姐们 现在直播间 所有的哥哥姐们 现在六千 六千七百六十三人 能不能帮她 突破七千人 就靠直播间的 每位哥哥 每位叔叔 每位好阿姨 咱们不多上 对吧 咱们就小 咱就小红花 小炒一样 帮她上一个 顺时间 帮她分享一下直播间 顺时间 她直播间 突破七千人 杨志看着 突破七千人 来直播间 叔叔大哥大姐们 叔叔你们 现在六千七百六十八人 马上突破七千人了 新进来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一定别有 多了解了解 这个孩子 真的很不容易 多支持支持的 好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 杨志说这里面 感谢你们了 感谢你们了 感谢啊 感谢直播间 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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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六千七百多人 就上三百多人 马上就能上七千人了 你知道突破一个成绩 能突破一千人辣椒 是吧 你就往成功的道路上 就努力的前进了一步 你在前进一步的时候 你做的最好的时候 辣椒 有一天你红的时候 你比杨哥都红 或者有一天你比杨哥都厉害 杨哥希望你越来越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不管你多好的时候 直播间的每位叔叔阿姨 每位哥哥姐姐 或者新进来 你直播间的每位叔叔阿姨 能支持你的人 你都不要忘记 曾经你在最难的时候 他们支持你的人 人一定要懂得感恩的心 懂不辣椒 你能走得长远 人要不懂得感恩的心 人一辈子走不了长远 有那时候 当时我北京一大哥 说了一话 人在有钱的时候 一定要低调 对吧 快等一慢 慢等一快 可以慢慢的 一天天做 一天天做 好吧 辣椒是吧 不要着急 对吧 能喜欢你的人 就跟你的亲朋好友一样 他会支持你的 会支持你很长远 对吧 有一话老话是什么说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只要你是用心去做的 对待每个粉丝 他们都会支持你的 只要你虚形假意做 对吧 像别的直播间 这那 天天整个乱七包的 对吧 我说实话 他永远的话 有一天 对吧 明白的时候 他就会离开你 你相信杨哥 杨哥做这互联网 我通过一年 自己的努力 我才走到今天 对吧 我这没多少人 但是我的粉丝都是铁板 我那铁板 能支持你的 说明上 杨哥没看出人 要看出人的话 我不会质合任何人 在我直播间 露过镜的女孩 有过 但是杨哥没给他 点过关注 对不对 直播间说 咱俩老朋友的 是吧 为啥 我不会帮助 不会清晰 帮助这个人 我会看到人品 对吧 人品不好 我杨哥不会帮助他 我说实话 是吧 好不好辣椒 不要去难受 不要难过 杨哥说句话 我希望你好起来 今天我把这事 说出来 我不希望你好起来 直播间很多人 不对你不了解 是吧 你把这些事情 说心里话 一定跟叔叔 阿姨哥姐们 好好去聊一聊 好好分享分享 真正的作为你自己 找到你自己 那个心灵的窗口 是吧 大龙要对你不好 大龙从旁边听着 我告诉你 大龙你要对辣椒不好的话 你就辜负了我一番用意 是吧 你放心吧 大哥 好吧 直播间 6800一世人来 马上我就看到到7000人来 我外边 我外边非常冷 辣椒 杨哥的外边非常冷 我这里边 冰馆里边 人大伙 怕影响于别人 吵到别人 是吧 进行那边 零下 二十三十度 不得 对你进屋吧 没事的 我就看着到7000人来 直播间所有大龙姐们 6820人来 公平的 所有霸瓶打上人来 感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感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 然后我们 那个能分享的 能给我分享一下直播间 然后咱们到7000了 让杨哥进屋 进屋去暖和 他现在零下二十多吨 他在东北 在东北沈阳 零下二三十度那边 很冷的 你看他哈气都哈出来了 哈气都能看见 喘气都是白雾了 直播间所有的老哥老姐们 叔叔阿姨们 咱们公平所有 一人打三遍五遍的上人来 他世间公平的 就破了破7000人来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 能分享的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 那叫你站下给所有的叔叔阿姨你们拘上山坡 好的 你弄一下 很感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 能够在互联网上得到各位哥哥姐姐们的喜欢 真的很荣幸 我也无以为表给大家鞠个勾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 支持 支持我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也感谢 也感谢杨哥 没有杨哥的话 大家也不会更适合 很多都是杨哥的